嗨 大家好 我是科幻迷布马 美剧羊毛战绩终于完结了 这次呢 咱们一口气把七八九十集看完 不出所料 其中许多戏份可以略过 重点是在第十集 咱们先复习下世界观 虽然有点长 但也是本片最大看点 想略过的朋友可以快进到这里 末日毁灭后地标有剧毒 人类在地下避难所生存了几百年 这里被称为统仓 三大产业俱全 生存不是问题 然而时间一长 有些人产生了质疑 会不会地表已经恢复生机 只是管理者不让我们出去呢 虽说统仓有个监控大屏幕能看见地表 但一来监控落灰看不清 二来 怀疑者觉得这画面也是假的 该不信还是不信 管理者怕怀疑者动摇稳定 所以立下规定 任何人只要宣称想去地表 就会被流放出去 不许回来 这些怀疑者在流放前会穿上防护服 在脆弱部位粘上隔热胶带 再戴上个阳毛抹布 管理者请求他们用抹布清洁监控 好让统仓人民看清世界的荒芜 这真的只是请求 毕竟怀疑者上帝面之后 没人能管他们 怀疑者最开始都拒绝 可能他们都是反抗者 觉得同意统仓请求就像服务一样 奇怪的是不知为啥 当他们上帝面之后 又全都一反常态 主动清洁监控 其实这是因为他们上帝面后 看到的画面令人惊异 这世界遍地绿草 飞鸟成群 可以生存了 他们觉得统仓看不见这画面 是因为监控太脏 所以他们才主动清理监控 想让人看清 可怪事又出现了 当他们清理之后 统仓看得虽然清老 地面却仍是死寂一片 现在我们有两套视角 监控大屏幕视角 和防护服视角 两套画面截然相反 必然一辙为假 是哪个呢 地表到底有没有毒 这是本片的主要悬念 有许多配角试图探索 都死于非命 其中包括一个修电脑的小哥 他搞到一个古老硬盘 里面藏着重大秘密 眼看他就要发现世界真相 有天却莫名暴毙 硬盘也不知下落 司法部推断 他是从高处跳落自杀的 但是他追求那么久真相 怎么快发现真相时 却突然自杀了呢 是他杀吧 这又是本片的第二大悬疑 小哥到底是怎么死的 这时呢 我们的主角朱莉也登场了 她是电脑小哥的女朋友之一 虽然只是之一 但是用情最深 他怀疑小哥绝不是自杀 是被谋杀 于是展开一场串调查 到底有多长呢 三道究竟全是调查 我相信大家是来看科幻的 不爱看调查 我就不细说了 总而言之 朱莉也在调查中收获很多队友 也树立很多敌人 队友方面人很多 只有一个最重要 是朱莉也的师父 这位师父精通工艺 从小就教朱莉也修理 现在宝刀不老 又做出一种超结实的新胶带 这个胶带能用在防护斧上 提升流放者的安全性 但桶仓并没有采用 可能是巴不得流放者早点死 敌人方面呢 有两个 第一个就叫胡子领导吧 他表面是司法部的中层管理 实则指挥着一间密室 里面全是监控 能监控统舱的每个角落 他冷血无情 亲手杀过人 但真正的大boss 还是这位 叫他新市长吧 他曾是IT部主管 统舱前任市长死后 他接过了市长位置 胡子领导是他的学徒 监控事业是他的眼睛 他崇尚稳定 擅长掩盖真相 也炮制过许多阴谋 他眼看朱莉叶越来越接近真相 于是呢 公开翻领 盼人追杀 朱莉叶这便因为有压迫感 也加快了调查进度 第十集开始 朱莉叶经过漫长的努力 找到了电脑小哥仪式的硬盘 打开一看 果然有大收获 这是一位怀疑者 被刘芳蒂表示 留下的第一人称录像 画面里草长应飞 刘芳者说 外面好美 统舱的监控大屏幕是个谎言 朱莉叶也是第一次 见到这个画面 无比震惊 他决定把这画面公布出去 让统舱每一个人都看到 他队友很多 其中有位IT高手 黑剑统舱系统 放出这段画面 一时间统舱所有屏幕 都是那片蓝天白云 林监控视野一样 监控人员见过一切 唯独没见过这个目瞪口呆 胡子领导很紧张 命令手下无眼睛 不许看 没想到新市长说 你也一样搞得很没面子 新市长毕竟是IT部主管出身 技术比朱莉叶的队友更强 输几行代码就关掉整个系统 朱莉叶眼看计划失败 跟队友们四三逃命 她的逃跑路线是一个垃圾通道 整个桶舱深达144层 但最顶层垃圾 仍能直达最底层垃圾厂 靠的就是这个通道 朱莉叶从小在底层长大 爬这不成问题 问题是胡子领导得知消息 也追杀过来 让工人扔垃圾砸他 工人跟他认识 有一台一手 只扔小垃圾 还算能躲 可胡子领导又逼工人 扔一个空调外机 这怎么躲啊 朱莉叶不知害怕还是故意 松手栓落掉落到垃圾队昏迷 垃圾厂工人也跟他熟 把他一把拽出来 空调外机紧跟在后面 只差几秒 朱莉叶醒后 师傅和底层区的朋友都围在附近 他们听说新市长正在追杀 不知该把他藏哪一轮纷纷 只可惜这里也有个内鬼 主动把朱莉叶的位置出卖给新市长 其他人破口大骂 内鬼却说自己身为整个底层区考虑 毕竟新市长手眼通天 朱莉叶藏哪都藏不住 新市长肯定搜遍整个底层区 所有居民都得跟着造洋 朱莉叶没有埋怨 他明白敌我力量悬殊 确实只能投降 但他要跟新市长当面谈谈 新市长见面就摊牌 幸好你所谓的真相没披露成功 否则现在捧藏所有人都死光了 说完清空了他的硬盘数据 最顶级的IT大佬 只用最朴素的清空方式 新市长本可以严惩所有相关罪犯 但怕事态扩大引发叛乱 于是提出个稀释宁人的交易 他不追究朱莉叶那些朋友的责任 但要把朱莉叶靠起来游街 起个宣传作用 另一方面 他还要把朱莉叶流放地表 永远不许回来 朱莉叶可以答应 但是他也有个条件 要让新市长揭露电脑小哥的死因 他觉得新市长会知道答案 确实没错 朱莉叶被带上镣铐 在无数居民注视下 连爬几十层楼 朋友们跟他眼神交汇 心生悲悯 陌生人看到他这样 也意识到他的反抗失败了 这次宣传信邮街结束之后 新市长领朱莉叶进入一处保洁室 前几集呢 这间保洁室的真面目 也是一个小学年 现在终于揭晓 只见两位反派按下机关 打开暗门 朱莉叶一获跟上 看清四周 不禁震惊 原来保洁室就是监控室 新市长就在这掌控着所有人动向 朱莉叶还是第一次见这架势 她心服口服 承认自己的反抗 根本没有过胜算 新市长把朱莉叶带在这儿呢 是为了让她看清 修电脑小哥的死因 工作人员翻出事发当天的录像 这是一个司法部工作人员 在逮捕小哥 原因是 统仓禁止持有历史遗物 小哥有硬盘 本身就违法 更别提海深娃真相 她知道司法部抓走自己 一定会严刑靠打 逼问同伙 于是坐上走廊边缘 跳落自杀 朱莉叶一时无法接受 她调查这么久 却只是徒劳无功 电脑小哥竟然真的是自杀 她一时说不出话 需要时间平静 正好流放前 她可以在牢房里独处一会儿 朱莉叶的人员不错 收到很多家人朋友的关心 她从小丧母 师父像母亲一样对她 如今更不能坐视不管 师父带上自制的隔热胶带 连夜拜访一个供应部的老朋友 拜托了一件事 具体是啥也不知道 几小时候 他们给朱莉叶偷偷捎句字条 写着 不要怕供应部里的他们都很好 这是一段谜语人剧情 但是师父是考虑到有人监视 不得以为之 咱们先往下看 又几小时后 金市长也来见朱莉叶 他俩即将死别 终于可以说点敞联话 金市长先肯定了朱莉叶早年的贡献 他之前在底层负责订机运作 供应整个铜仓店里功不可没 但自从他开始调查 修电脑小哥的死因 他就过大于功 甚至威胁了铜仓的生存 朱莉叶不服起来 调查死因怎么会威胁铜仓生存呢 如果铜仓需要无辜者的死来维持生存 是不是铜仓本身就有问题呢 新市长知道朱莉叶精通机械 拿仪器打笔方 当你发现仪器压力过高 必然会设法降低压力 否则就会爆炸 我也是铜仓的工程师 当电脑小哥打开那个古老硬盘时 铜仓的压力就开始增加 我只能减压 看来双方在减压方面是没法移植了 此处呢 朱莉叶还有一处不满 地面不是可以生存了吗 新市长为什么不告诉大家 还隐瞒真相呢 对于这点 新市长明显不愿回答 敷衍两句 催促流放开始 老规计 今天他也请求朱莉叶清洁地表监控镜头 朱莉叶明确说不同意 新市长毫不意外 以前那些被流放者在捅仓都不同意 出去却清理得很积极 他认为朱莉叶也是一样 流放仪式开始 朱莉叶皮挂防护服 系上隔热胶带 穿上阳毛抹布 成千上万居民守在大屏幕前盯着地表监控传来的画面 他们将在这儿目送朱莉叶远行 一切就绪 朱莉叶穿过最顶层的欺杂舱 一去不回 这里的机关向他喷射白雾 表面看似消毒 但从阴谋论角度看 有没有可能本身就是毒气呢 朱莉叶无暇思考 设计而上 眼前的景象熟悉而陌生 他曾在捅仓大屏幕看过几十年 身临其境 还是第一次 白云绿草固然令人欣慰 但他也注意到那群排成人字掠过天空的飞鸟 这群鸟也是本田的老演员了 每次屏幕有蓝天白雲时都会出来 方向阵型一丝不别 朱莉叶观察很敏锐 想起自己看硬盘录像时 也见过同款画面 百分之一百一致 哪有这么巧的 他由此猜测 自己透过防护服看到的是虚构画面 他仍然没有忘记擦镜头的事 缓缓走向地表监控 故意把羊毛抹布扔掉 应该是想借此表示反抗吧 这还是第一次有流放者这么干 统仓居民无不愕然 新市长也始料未及 他强行镇定 又猜朱莉叶活不久 过几秒必被毒死 以为之前的流放者都是这样 几秒钟后 朱莉叶突然摔倒 新市长以为自己猜对 其实呢 他只是被山坡绊倒 他匍匐前进 从自己的视角来看 眼前是快岩石 可身手一摸 分明是上一位流放者的尸体 画面也随之出现小bug 他更确信 眼前的画面是假的 继续前进 为啥其他流放者都死在这儿 他却没事呢 本篇用三处镜头和台词做了回答 一 师傅的表情 二 朱莉叶交代特写 三 朱莉叶默念 供应部里的他们都很好 不难猜测 每个流放者的交代 都是由供应部提供的 以前的交代有问题 所以流放者都被毒死 而师傅猜出这些问题 特意拜托供应部的朋友 给朱莉叶换成自制的好交代 所以才救下他 纸条上那句谜语 也是想让他心里有个数 朱莉叶继续前进 跨过出口附近的山丘 以往他们在桶仓里 视野全被这片山丘遮挡 山丘外边或是什么呢 朱莉叶瞪着眼睛 生怕眨眼错过一秒 突然 眼前的绿地变换成废土 回望桶仓出口也是一样 这时防护面罩的特效画面出现问题 露出了世界的真相 朱莉叶想把这些告诉桶仓居民 但终究隔着屏幕没法传达 他只能继续前进 当他看清山丘的外边 双腿又震惊到麻木 山丘外边竟然还有近50个山丘 那些山丘跟这一样 也呈标准圆形 圆形也是个小建筑 这里的小建筑是桶仓出口 以此类推 外边也是近50个桶仓 里面都是这样的末日避难所 羊毛战绩第一季结束 虽然含水量有些大 但确实回答了第一集的几大悬念 一 地表到底恢复升级没有 答 没有 二 防护幅视角和监控大屏幕视角 哪个是假的呢 本片制造了一段反转 前期误导观众以为监控大屏幕视角 但其实防护幅视角 才视角是用了某种AR技术 另外呢 本片结尾这段还原了小说的设定 这附近一共有50座地堡 1号地堡是司令部 主角们是18号 所以我们看到 新市长用的钥匙上写着18 根据原著 地表确实仍然致命 但呢不是有毒 而是有一种类似病毒的纳米机器人 它们能在空气传播破坏人体 流放者出桶舱前 气炸舱会喷出大量白雾 那里就有很多的纳米机器人 这是桶舱专门设计的 这样流放者出去之后 就没法流窜到其他桶舱去 只是它们没想到 芝莉叶偷偷升级新装备 成为漏网之鱼 以上呢就是这一季的全部内容 下一季再出 估计就是来年或者后年了 到时候呢 咱们还是这样 先给它晾干水分 两三七讲完就刚刚好 那么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CoinFans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